好莱坞最无厘头的CD镜头 极速追杀花5000美元做了坨特效狗屎 花高价特效做成一坨屎 对于电影极速追杀来说 是个纯白描手法的朴素形容 因为片中约翰威克的爱犬 在草坪上留下的这一坨是特效做的 造价高达5000美元 据导演表示 拍摄时等着小狗崽子拉屎真太费劲了 动宝协会还不让我给他关血腰 那就只能上点技术手段了 其实最开始导演还没想用特效 而是命令助理导演 去公园的狗厕搞点真货回来 但就是找不到形状大小都合适的 在反复尝试实拍了25次之后 导演放弃了 上特效吧累了 于是影史上最贵的一坨狗屎诞生了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纳闷 就用道具做个假狗屎不行吗 经典配方芝麻酱和红糖啊 但据我推测 这可能真不太行 因为这小狗演员还没经过系统训练 好奇心太强 看见啥新鲜东西都想来一口尝尝咸蛋呢 影史上最假的吻戏是哪个 那必定是2023年喜剧片你们这些人中的这段 这俩货亲嘴的镜头是用CG特效做的 放慢镜头后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俩人脑袋凑到一起 越来越近后脸都变形了 然后就交叉溶解在一起了 有明白人表示 他们这么拍的原因是 这篇在制作时赶上新冠大流行 假心嘴纯是为了防止交叉传染啊 但问题是 这俩人都面对面距离不到10厘米了 纯纯的密接了的 传不传染的还差亲了一下吗 而且真要防传染 它也不是用特效 这俩人应该是在表演时不来电 甚至关系比较紧张 拒绝表演吻戏 导演才想出来用特效这个骚招 知识点补充 在新冠的景言里 剧组为了防止病毒传播 吻戏上的技术手段 一般都是比较传统的 比如在英剧《呼叫助闪室》第11季拍摄时 这俩人吻戏可绝了 俩嘴中间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 俩人隔着玻璃片子深情互吻 那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剧演员海伦表示 不光别扭还尴尬呢 导演一喊咖 就有人拿着酒精喷壶和毛巾过来 清理我俩留在玻璃上的蛤喇子 你可能知道 电影中的某些裸系 不是演员本人上阵 而是用体身 但你可能不知道 极个别裸系 甚至都不是真人演的 而是用特效做的 比如在2011年 瑞恩·雷诺兹主演的喜剧《两男别所身》中 女主奥利维亚·瓦尔德 有一段在雷诺兹前脱掉上衣 暴露前置装甲的戏份 本来导演的拍摄手段是 用橡胶贴 把女主前置装甲上的某钉给贴上 然后接住摄影机走位 和雷诺兹的身体 把这地方给挡住 但拍完回来看素材时 导演发现穿帮了 橡胶贴都露出来了 这咋整呢 重拍啊 那也太费劲了 我直接上特效吧 为了追求极致的真实感 另外特效钱花都花了 不整点活都对不起自己啊 于是导演决定 用特效把盖住的某钉 再给加上去 并非常严谨的 给女主姐发去了 足足七份某钉造型设计 问她哪版跟真实更像 女主姐挑出了最棒的一版后 又真诚的提了个建议 既然都上特效了 那麻烦您受累 顺手把我的前置装甲 给调大一号 当年黑包2上映后 眼尖的观众发现 这正片里亚特兰蒂斯王子 纳摩的造型 和预告片给的不一样啊 就是绿短裤的那个位置 用特效把这玩意给擦掉了 你们是不是有点无聊了 甚至还在网上 冲出了一个名为 把纳摩的迪克 还给她的热搜 在事情愈演愈烈 眼看着就朝着 很奇怪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纳摩的扮演者 特劳切维尔塔 出来现身说法了 他表示 其实右边那个 比较平的才是原版 做预告片的时候 那帮货也不知道是咋想的 竟然用CG特效 给他来了个小增强 而到了正片里 他们又不知道是咋想的 把那个小增强效果 又给去除了 小增强机